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在我们悉尼呢 现在下的那个狂风暴雨啊 这个 但是呢 那个今天呢 也是接近啊 接近 接近了那个下星期四呢 是端午节 好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节气当中呢 多多的念经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 听众朋友问题 喂 您好 喂 师父您好 您好 师父 请当同学问一个问题 同学梦见和他老公一起把旧婚纱罩换下来 然后拍轻的婚纱罩过上去后 还发出金光 同学想问 是否跟他的老公的二元全部化解了 嗯 化解了至少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嗯 还没有全部化解 像 同学还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再化解呢 同学跟或怎样的方式化解 已经怎么样化解了 那继续怎么样化解 听不懂啊 继续念经 接受了 对吗 对啊 人家你吃药吃了把病吃好了 你说继续怎么样啊 继续不是吃药吗 嗯 嗯 感恩师父开始 嗯 还有一个就是同学 方同学姐梦 嗯 嗯 同学梦见 呃 天降教书 教书上后 呃 就出现一行一行的黑字往下写 然后同学就看到了 呃 皇帝呃 呃 搬了一个状元帽给斗战圣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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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样是什么一心呢 就给你看见了呀 就说 斗战圣佛不但它是能打磨 它还能帮助我们人间啊 就是消除很多的业在啊 啊 状元帽 实际上就是说明 它在文笔 在在在在跟人间的沟通当中 它也是很很好的 非常优秀的 嗯 嗯 因为斗战圣佛 他呃 呃 拿了那个帽子戴上去的时候 他是身穿黄色金甲 对 然后就很开心 对 嗯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一个就是呃 是不是学佛的人比较容易受现实包呢 受学佛的人比较受现实包你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呢 是这样的 因为学佛的人马上能感应到现报 因为现报能够提醒你不要再犯大错误 我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学做医生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啊 如果如果你不是医生的话 你可能一点小毛病不当回事 一点小毛病不当回事 最后哪一天一下子大毛病你就死了 对不对啊 对 就是呃 呃 这样子我们学佛了 因为通过学佛了 我们可能有梦境啊 一些呃 菩萨给了一些感应跟指示 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梦境来忏悔跟念经超度我们的 对 人心在主 情愿 情愿小的都是要现报报掉 因为你带到来生来世 你这个受的恶报更大 而且你小的业报不报掉 你接下来你做其他很多的善业 你就很难圆满了 你听得懂啊 嗯 听得懂 哎 是这个感言 其实师父开始 还有一个梦境就是 同修他梦见 走进一个庙 后来发现那里不对 怪怪的 然后他就想出去 突然间庙里的人发现他 就开始追他 把他抓住了 就直接咬他的肉 他当时想叫菩萨都来不及 那种恐惧感 真的太真实太可怕了 请问一般发现的恶梦 需要念多少当小房子 你现在看到了吗 庙里并不是 并不是说这个庙 因为这个庙是这样 因为在末法时期啊 因为并不是说法师不好 庙里有很多的业障 明白吗 有很多的不好的灵性 所以这些不能解决掉 那么普通的人去了之后呢 就会沾染到很多的业障 所以要怎么样来化解 一个是念小房子 第二要增加自己的 大悲伤的力量 这个非常恐怖的 因为如果你 如果你某一个地方 不如理如法 你可能会 你可能就会受到他的害 举个简单例子 对不对啊 你说很多哥伦比亚 咱们连政府都 都都都一起参与 很多的不好的事情 你想想看 哥伦比亚那个地方 最大的就是 很多的毒品问题 很多的官员也参与 你想想看 这个最后 最后你去参与任何事情 你都可能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 学佛要用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来辨别 你到底现在修行修的 对不对 而不是 而不是医子 医子什么某一个人 所以佛法界讲叫 医法不医人 听得懂吗 医佛法来 来来对照自己 修行修的正不正 而不是说 依照某一个人说什么 听得懂了吗 如果师父今天讲的 不是佛法 那你们根本用不着 跟着师父学的 师父今天讲的 都是佛法 佛理正言正法 对不对 那你们当然跟着师父学 这个就叫 医法不医人 对不对 这个人名气在下 没有用的 最主要问题 是看他讲的对不对 这是真的 感应师父的态势 因为我过去也 也走了很多庙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去庙里找通灵人 通灵一般上 那里庙里的人都会说 庙里是最多灵性的地方 他们自己本身都知道 因为他们简像的时候 是公开的嘛 就是一个大陆 不管是什么灵性来 他们都是这样共 所以他们说 庙里是最多灵性的地方 我问你医院里 当然是病人最多的地方 因为他们都要吃饭 对吧 你是庙里 你当然灵性最多了 这还不懂啊 他们是来吃 他们是 他们是告诉我们说 他是灵性都会来吃 他的香 吃他的油 这样子的意思 不要去多听啦 有的 有的人 自法犯法也很多 明白 我现在念经了 就很少过去 就没有再去 好的还是可以去 觉得不如理不如法 一定不能去 对不对啊 明白 感恩师傅开始 想完了 好了 还有吗 请问 还有 请问师傅一下 请问小房子会不会贬值呢 如果好像我们念的 自从小房子 收了十年 二十年 不会 不会 小房子就是 你本身念的不好 就是贬值了 你念的好的话 当然永远不会贬值了 对不对啊 然后 师傅 那天 其实我不是 讲到一半就断线吗 然后 那天 讲完电话过后 我男朋友 当天就生病了 生病 生到今天 你看 我早就跟你讲过 只要有不相信 只要嘴巴乱讲话 一定会有线报 听得懂吗 对 因为他反对我念经 我早就跟你说 有的苦了 他跟你说 所以有些事情 我就是 就是跟你们说 尽量要找 就是找佛友 尽量要谈恋爱啊 什么不要去给自己找麻烦 因为境界不一样 到最后结果不一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对感恩师傅 师傅的开始 好的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当同学问了 同学想问 就是 如果 通过供花过后 人会变美 是否这样 也会导致有群在吗 不会 供花之后 那是菩萨给你的价值 没办法 那个是庄严相对吗 对啊 这种美 不是一种 燕美 是不一样的 好的 感恩师傅 谢谢师傅 师傅 还有一个梦境 就是 如果同修梦见 他上了 另外一个同修的车子 那辆车子有问题 同修就帮他 下去修理的时候 然后车子 这刹车器坏了 就是 刹不住 那个车子 然后就一直心里 求关心菩萨的时候 刹车器突然间 就慢慢缓下来了 这是什么 什么 有什么 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原因 刹车器 刹不住 这个事情不好 失控 正在做的某一件事情 失控 后来求菩萨好一点 就是这样 应该 我去菩萨慈悲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你辛苦 你好 到处身体 再见 感恩 拜拜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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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哈喽 哈喽 讲吧 哈喽 师傅 哈喽 师傅 对不起 弟子爹 您请安 谢谢 师傅 星期五 凌晨三点多 我妈妈梦见 那位女儿 就是女儿跳楼的师兄 然后 我妈妈和那位师兄 在一个很旧的屋子里面 从门口看出去 我妈妈就看见 怎么她的女儿的棺木 从地面露出 四分之一 外面太大太阳也非常亮 反而 反而 我妈妈的屋子里显得比较暗 然后 我妈妈还闻到一股臭尸味 告诉了那位师兄说 棺木有点裂开了 现实里 新加坡因为地方小 不够地土土壤 所以亡人都是火化的 过后那位师兄便跑出去 查了棺木说似的有裂开 不过不知道要怎么做 然后说等师父来了 才问师父 然后画面又换成另一个屋子的房间 这位师兄要求我妈妈让他把那把他女儿的棺木放在这个房间里 我妈妈就感觉这是我以前小时候 就是我妈妈以前小时候住过的房的屋子 过后我妈妈又看见棺木 亡人的照片 蜡烛还有 地品的 就像过去人们把亡人棺木放在家里 让人 地拜那样子 然后我妈妈告诉这位师兄说 好吧 就让他暂时把棺木放着 等师父来 不过我妈妈过后却要说 要去那个房间 拿回他 拿回我妈 就是我弟弟的衣服和船单 枕头的 说不能让他和棺木一起睡在那个房间里 不过现实里那个房间是我妈妈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然后我弟弟都还没出事 过后我妈妈便试着走回去那个房间 我妈妈怎么走就走不回去 然后她还走一直走一直走 好像很多障碍 一关又一关 不过边上总是出现一个人 一个女的慢慢指引着 我妈妈说这里不能走 哪里不能下去 那里 哪里都不能下去 要她走另一条路 什么的 过后我妈妈 半醒 知道自己在梦中被 梦境困住了 所以用一半清醒的意志力 把她自己从梦中叫醒 我妈妈后觉得 惊心胆跳的 念了好多观星菩萨 正好 继续睡着 请问师父 这个梦怎么解 你讲了半天吗 就两个字 备业了 你妈妈跟你两个人 提到备业了 就是 是不是 就是 师父 稍等一下 你还是 你还 你还是跟我妈妈说吧 喂 师父 喂 师父您好 你还讲了半天 这个梦 就是你 你已经替人家备业了呀 哦 这样 那个 不能 不能在 不能心思再花得太多了 不行了 OK 然后她的女儿 这样的话 没有关系到她女儿的事情啊 关系到了 女儿不好 还在下面 还在下面 很糟糕 因为她有 她有叫我帮她问一下 这个梦境 然后这位师兄 她就说 因为她已经帮她女儿 做了四个头梯了 不过她每次做梯的时候 没有拿她的女儿的照片 出来供过 这样就可以吗 她说法师 法师做的 还是自己念的小房子啦 自己 我们自己念的 就是依那个心灵法门的 那个 她这个梦什么时候做的啦 刚刚你女儿讲的这个梦 这个梦 这个梦是我做的 就是在 什么时候 星期五而已 星期五 今天星期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 天 嗯 好 那就三天是吧 就是说至少三天之前 她还在下面 很糟糕的 哦 三天前 她在下面 不好 然后她是说 因为她已经做了 四个头梯 她没有把她的女儿的照片 拿出来 这个不管 可以吗 这个不管了 这个不管 不管的啊 主要问题就是说 小房子的质量 和能不能送上去的问题 哦 可以 因为她现在也是很 有点乱啊 有点乱也没关系啊 最主要问题 最主要问题 自己 自己要知道这些因果 嗯 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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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没办法救女儿呀 她当时 对啊 她当时放不下呀 她是太放不下了呀 嗯 对 因为她家里也是好乱啊 因为她大的 就是这个 小房子 她的就是有强迫症 对啊 强迫症 她的主要问题 她的 她的还有一个女儿 还跟她讲西方教呢 对 第二的 就是第二的女儿 就是每次 就是陪着这个大的 因为她在帮她冲凉啊 洗澡啊 这些啊 因为她有强迫症嘛 所以有可能 这个女儿也是 有被受到一点影响啊 所以她现在也是 很麻烦了 很可怜啊 我就觉得 她很可怜哦 嗯 你记住 这个世界上谁都可怜的 我们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我们孤生一人来的 死的时候 也是孤生一人走的 没人会陪你一起走的 听得懂吗 对 所以自己要想开 啊 可以 嗯 师父等一下 啊 喂 师父啊 嗯 请您帮我决一个梦 我梦见 我把我的红包包交给一位师兄 红包包里有金书 小房子和一些新的 和我自己的佛珠 给吊罪 我把红包包给这位师兄的理由 就是要他把那些新的佛珠和吊罪 解决于给那些需要的老妈妈 可是后来当这位师兄把红包包还给我时 我看一看 发现这位师兄却把我最喜欢的佛珠和吊罪给别人 剩下的都是那些新的佛珠和吊罪 在梦里我觉得把带过的佛珠和吊罪给了别人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也因为那位师兄把我最喜欢的佛珠和吊罪决走了 所以心里很难过 我就跑去找那位拿了我的佛珠和吊罪的人 可是却找不到他 我想请问师父 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东西丢失就是会心灵上有所失 就是没有依靠 所以必须要振作起来 像你妈妈再这样下去的话 她那个灵性会来找她的 那我妈妈要怎么办 怎么办 我已经跟她刚刚讲了 她还不听啊 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好的 然后所以这个梦说 有没有 就是这个是我梦见的 就是如果我把这位师兄把我最喜欢的佛珠和吊罪给了别人 这个有会有什么意思吗 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啊 大不会很大的意思 只是说 某一件事情上的利益会发生一点冲突而已 好了好了 对不起师父 还有一个师兄 他就是的梦 他梦见他打开一个饭盒 饭盒里有两个油灯 有油灯里的灯芯 灯芯还点燃着 然后师父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心灯不灭 心灯不灭 就是对某一件事情 还有希望 明白了 好的感恩师父 师父您要保重 谢谢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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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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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你好 谢谢观音师音菩萨 谢谢卢台长 你好 台长你可以帮我解一个梦吗 想吧 那个是上个月发的 但是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吗 我是发梦有很多好像蚂蚁或者是虫子在我身上一直在爬出来 然后我就说脱掉扑子 然后帮他清理了一片一片的就好像撕下来 那个是我知道是不好的 是血液还是有麻烦呢 血液 是血液 但是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之前了 这还不懂啊 就是警告你啊 血液已经出问题了 哦 做财产我可以做什么除了念经 你赶紧要念礼佛 要念礼佛 我每天念气变 而且要放生 我每个月才放生五十条鱼 够不够啊 差不多 你最主要问题 最主要问题你改成五变吧 礼佛 五变够吗 你要激活的 你小房子跟得上了 哦好吧好吧 我就念五变 所以财长叫我需不需要去验血啊 你应该验血的 我应该 看看哪个指标不正常 嗯好吧好吧 说了 财长你是说发梦是 维持三个月 说我是三个月 发这个梦 说还有两个月时间是不是这样做啊 一般的说 就是说你身体不好了 或者就是说 像这个梦的灵验度是在三个月当中 要看你自己啊 像这种身体不好了 血液有问题了 这个 这个化验一下没有什么大问题 哦哦 谢谢财长 谢谢财长 财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 你不是到美国 每个国家去红法吗 如果我们要跟着去的话 我们需要跟那个 供修主联系 还是自己买一张机票去 然后订 订那些酒店啊 那些地方 还是供修主会帮忙我们啊 亚洲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更更啊 太远的地方就不要去了 因为费用比较大 在说我们 叫台长 日本呢 我知道你十月 有去日本啊 但是我们可以 联系工修主吗 日本啊 香港啊 台湾啊 都可以 马来西亚啊 再加上新加坡啊 都可以的 哦 公修主会帮助我们吗 会帮助我们安排吗 会会会 哦 真的哦 他们 他们就是一起去啊 他们帮你一起订啊 订什么 哦好好好 但是我 OKOK 好好 谢谢台长 你像是自己 自己不愿意跟公修主 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的 没问题 自己一个人啊 你找几个人一起去 也没关系了 哦 说台长 好像日本是在十月 我们需要现在就跟他们说吗 还是太早了 可以说 哦 可以啊 好好好 还有 还有就是直接 找日本的公修主 叫日本公修主 帮你订也可以 哦 好好好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我会我会安排 嗯 谢谢你帮我解答 还有台长 你可以不可以感应到我念经怎么样啊 因为我每天走路念经 然后坐 坐火车也念经 公司工作也念经 妈好 妈好 可以吧 妈好 哦 好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祝你身体健康 谢谢观世音菩萨 再见 拜拜 喂 你好 喂 你好 给台长请安 喂 能听清楚吗 回音太大 你好台长 回音太大 您好 现在能听清楚吗 可以 我想台长开示一下 我前一段时间去英国 然后住在那边酒店里 然后就梦见 下午就梦 然后梦见有人拉我的那个红布 然后我当时在梦里就跟菩萨 就是说一念上就说给这个菩萨保佑 然后给这个药精者取21张 然后还是不行 然后27张到49张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回来就开始念 然后直到昨天才念了49张 然后又做梦 然后梦见说好像还有一波 还有还有药精者来要 然后我又取了21张 然后我又开始念 然后我明年就是33岁了 然后请开上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结呢 你百分之一百的 你有这么多灵星来找你 你还不知道有结啊 小姑娘你们要知道 像你们到人间来都是 很多都是欠人家债的 还债的 很多都是还情债 像你们现在这些小女孩都是还情债 所以有时候自己赶快要给人家多念小房子 平时都要念 念的要储存 我告诉你拿不住小房子 他就要你的命 他要你的魂 我知道 现在懂吗 你看可怕不可怕 这灵星来的时候 他就这么来的 他不客气的 明白了吗 还有的人上辈子欠了人家那种感情的债了 这辈子他就直接在梦中就是跟你做爱 听得懂吗 明白 明白明白 有一个我们的佛友的爸爸 每天来看他 就跟他就跟他做那些事情 他痛苦的不得了 你想想看好了 你们这些小孩子整天欠债 明白了吗 那胎长 明白了 谢谢胎长 那胎长我想问一下 那我现在要许这个愿 就是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就是这么念呗 就是 你就许呀 请关心 不知道帮助我消除我身上的业障 我许二十一章小房子 好好念 念完了再许二十一章 嗯 好好 然后那我需要放生放多少呢 放鱼吗 尽你的自己的经济能力 每个月放一次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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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吗 放个五十条一百条都可以啊 嗯 好好好 非常非常感谢 嗯 然后呢 那我应该啊 就是我许大愿的话 就是说现在是 呃 吃群坐 然后以后度人 是否能可以许这个愿 就是说这辈子不结婚 然后一个人休息 可以啊 我可以许这个愿吗 但是你许了之后要遵守的 嗯嗯 然后我就想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有这个资格 然后请派长 当然有资格啊 我师父 有什么不资格啊 你自己想冲啊 想明白了 你不就 这个这个这个总比 总比那个法师这个要求还低一点了 你要是法师的话 对对对 人家顿路空门了 你连家都不能回了 他们就完全是放下了 他们没有婚姻啊 没有孩子 没有家庭 你现在至少还会有自己爸爸妈妈了 还有同修了在一起啊 还能在社会上买东西啦 还能穿的比较随便啦 但是你们的心要跟法师一样 听得懂了啊 听懂了 太长开始的对 然后我就想 因为我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然后也太长开始很多 男女感情非常 这个业障非常重 然后生生世世纠缠不断 然后我就想自己是否能可以开 就是去这个愿去 去这样去 去这样做 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可以的 可以的啊 我可以是吗 然后我是 我是凡四年守属的 我是可以去这个愿吗 太好了 可以的 你要自己已经结过婚 你更知道 婚姻的可怕 我还没有 没有 我还没有 但是我看到 我没有 但是我看到身边这些人都不开心 然后才想 他开试过这么多女孩子 然后生活 都有这么多的烦恼 然后我就想 那为什么我看到人家这么烦恼 我以后就要避免这些烦恼 然后我就说 想 想看看 像有些人们 像有些人们 像你如果是天上下来的话 你肯定 肯定到时候就会有出家的一年了 过去叫出家 现在你们 这样修行的话 接生字号就是等于 在守戒律啊 听不懂啊 太像 太像你是太对了 其实前几年我就想有出家这个想法 像你这种肯定天下来的 你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在人间 这个五一六成 渣染下去 你像什么样子 你说一个女人 哪像个女人啊 对对对 你看看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就像畜生一样活着 你看见没看见 嗯 你看看 整天 整天在情感上搞来搞去 你看看 你看看 哪个动物 哪个动物是穿衣服的 你告诉我啊 只有人是穿衣服的 对对对 脏的呢 臭要死的 这种精神脏的 肉体脏的 我们应该在精神上 身体上都忏悔 然后 然后台长 台长你开始一下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那个飞机上工作 然后我吧 现在那个工作 就这个 这个环境非常好 因为我会在飞机上念经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身边的这些同事 他们总是有这些负能量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睡不好吃不好 然后他们这个心情就不好 然后就会总是就是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 然后我经常躲 但有的时候躲不了 然后我就说自己天天跟观心菩萨加世 说把正能量的人然后带到我的身边 但是我总是有避免不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们不开心 他们不开心 你就你就给他们看 看书跟他们讲啊 你说这个度人不一定吗 他们都是外国人 我经常他们都是外国人 然后我尽量就是说 嗯 经常尽量就是说跟他们开导一下 就是说让他们更加乐观一些 更加就积极一些 然后告诉他们吃好饭睡好觉 但是总是避免不了有一些人 还是这么这样说 然后我就说 他们不能量很多的 我要储物 嗯 很多 然后我说怎么办呢 我应该 在飞机上呢 我应该不适合 有的人呢 就是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还看人家有钱有名有利 心里还嫉妒 还难受 哎 听得懂吗 反正这个工作什么都有 啊 反正呢 你自己要把握好自己 才能救别人 你完全可以救他 你也可以自己 节省自好都可以 你做一段时间嘛 你就下来嘛就算了 那我就说做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就是在家好几次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只要 只要一口饭 一张床 不愁吃不愁穿 你自己过得快活 可以 你什么都不能干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 去很难受的在人间活 人间开开心心 也是一辈子 痛苦也是一辈子 很多人痛苦了一辈子 赚了赚不到钱 最后不是也是 痛苦的死去吗 很多人我索性 赚不到什么钱 我就开开心心一辈子 吃的差一点 用的差一点 怎么样啊 照样开开心心 我记得台湾一天 好像开事过 说在家宁静 然后不愁吃不愁穿 然后几点一切 就是最有福报的了 对啊 就是啊 就跟出家人一样 有人供养啊 你如果能够在家里 只要有这个条件 能够自己有吃 有穿的 这个能够 能够 能够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 精神上非常愉快 对不对啊 讲老实话 对对对 这个事情 像你这个小丫头 我早就听你声音 就听得出来了 像你这种孩子们 肯定上面下来的 能够有这种新的人们 都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像你这种人 不喜欢跟人家男人乱来的 你听得懂吗 我其实是因为台长 台长开始很多次 然后以前台长也经常 说我 然后我自己就知道 一定要好好学 然后其实是台长救的我 然后还有同学 我的帮忙 我自己其实自己做的不好 是因为台长的帮忙 开始 然后我才学习好好去做的 乖一点 我现在有很多 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靠别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终解决问题靠自己 明白明白 你明白了吗 你是个好孩子 就好好的 不要去贪就可以了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 就是注意贪 贪出来的事情 明白吗 嗯 台长其实我 我做这个工作 其实是想 一开始是想是说 想去 经常飞澳洲 或者是飞欧洲 然后参加台长法会 所以我才又回来 干这个工作的 然后 然后现在 因为 因为你知道 就是说 自己花销去参加 台长这么多法会 其实也蛮大的 然后后来 我想到 在家带着 还是不行 还是出来 工作 然后想 多参加台长法会 然后探红法这样 因为我在家也 你如果年纪还小 对不对 你如果条件好 33岁 明年33岁 你如果要是条件还可以的话 允许的话嘛 你也可以跟东南亚台长去 法会的时候跑跑啦 平时多度度人啦 都可以 各种方式都可以的 或者你就是如果 年纪小的话 读读书啊 流流血啊 也可以 其实你到了澳洲 你也不一定经常能够碰到台长了 他们来的人 平时 就是连跟 跟在台长工作的孩子 一天最多晚上见一次 太常忙 就是平时都不理他们的 忙的 他们忙他们的 我忙我的 明白吗 连睡觉都不够 你好好的 好好的自己 把自己精神调节好 小丫头 你要自己 自己做人 要有信心 要心中 要有一个最 可靠的 可能依靠的人 那是谁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永远要想到 对对 永远要想到 有个师父还不错 可以帮助我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永远就知道的我 我所以什么都不怕 台长都是这样 好 明白了吗 嗯 因为我在这边 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会想到 我有观世音菩萨 在我身边 对 然后我就不孤单 不要孤单了 有什么孤单了 你不是一个人 从到到到 到这个世界来 谁陪你一起过来的了 你不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出来 连爸爸妈妈 是谁都不知道 头在上家都不知道 走的时候 谁陪你一起走啊 还不是你一个人啊 什么孤单啊 孤单啊 没什么孤单的 只要融化在 佛海里面 你永远就是不孤单的 听得懂吗 嗯 台长开始的 对 那我想台长 那就是问一下 台长啊 就是说 呃 这个工作我应该 就是您建议我能 工作几年的 就是说回家 我觉得你自己觉得 不想干了 你就不要干了 你现在还能干 你就干 你如果不想干了 你在家里 要静得下来 而且要有 而且要跟工修 组的一些好的佛友 交朋友跟他们一起 那你就发喜充满了 你也不能说 回到家里 闭门自 自己自修啊 你这样的话 压力比较大 因为你 当然你 当然你可以听台长的录音啊 你也会挺开心的 但是还是要有人跟你聊聊 讲一讲啊 或者参加一些义工啊 社会活动啊 不能离开的 大家 大家几个人在一起 都会很开心的 听得懂了吗 嗯 明白 那请问台长啊 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 就因为在国内的话 现在还没有 就正式台长开关过的 观音堂 那我就一直说 想去国外 某一个有观音堂的国家 然后在那边 然后可以进场去做移工 然后可以在那边 和同修们一起 嗯 你到香港地区去好了 香港地区 香港地区 啊 你买张 那一张机票不就过去了 香港地区观音堂很大的 嗯 那我以后就是在香港 可以找工作吗 可以啊 你说不能找啊 嗯 嗯 那那我应该适合 做什么工作呢 因为我只干过 这个 就是空中的一个工作 对他没做过 你就自己尴尬好了 你空姐嘛 你长得好看嘛 你自己服务下心系嘛 我没有了 我没有 啊 你就自己 自己就这样就好了 你就自己多多努力嘛 像这种东西嘛 你看吧 先去好好修心 也不是急于找工作 嗯 对不对啊 看看 啊 经常去了吗 熟了吗 是第二个 啊 熟了吗 就可以了嘛 熟了吗 看看以后再慢慢熟悉 好了吧 嗯 哎哎 其实我工作倒是无所谓 但是就是说 希望能有一个观音堂 然后我可以经常去做一共 然后多做功德 多和同学们互相学习精进 你可以到 你可以 你可以去啊 你可以 像像他们 像他们有些地方慢慢的 你反正到了香港 法会上你会认识很多人 那么再说了 好吧 嗯 我这个月七月份 我就准备去了 我这个假期已经准备好了 嗯 然后我就打算这个 这次七月份 参加台长的反馈 好了 小亚洲 好好努力吧 嗯 哎好 非常非常感恩台长 乖一点 一定好好去做好 哎好 再见 再见 哎哎 海长 再健 注意身体 好休息 喂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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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啊 讲吧 喂 哎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今天有几个问题 请教一下师父 嗯 嗯 师父等一下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 经常梦到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一个小男孩 他梦到 就是每一个人 在天上都有一个 他们的莲花都有一个保护神兽 就是每一只神兽都有观世音菩萨按照每个人的特性精心挑选的 嗯 比如说嗯 有的人是金丝雀有的人是孔雀 然后还有是兔子什么的 那请问师父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 哦 那师父开始一下吧 有什么好开始的 举个简单例子 每一个人 在人间 你是不是都有一个保护你的人呢 有朋友不啦 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不啦 等到你难过哭诉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 会不会有朋友会劝你啦 嗯 师父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就最好的像 就是这种动物保护神兽 是每个人根据他的特性不一样 对 菩萨帮他选的吗 对 哦 你想想看 那有 你越大的当然越好了 龙好不好啦 你看观世音菩萨采的龙来呢 看见不啦 哦对 好像说是龙和凤凰是最高级别的 那个 嗯 那是不是 就是像小一点的 就是证明跟他们的莲花有关系吗 当然啦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这个瑞兽 它保护你的 对不对 大象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样 有龙 有大象 有蛇 有的 护法神用蛇的 对不对啊 嗯 对哦 有的嘛 有的嘛 就是花呀 花仙子嘛 也是花呀 它也是一种神兽呀 听不懂啊 哦 这都是一种神兽保护我们的莲花 对啊 小白龙马 对不对啊 哦 哦 知道了 明白了 师傅 感恩师傅 好 还有请问师傅 就是莲花掉到哪一层天才算是彻底掉下来 就是如果说从六道以外下来了 是不是就算彻底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只要离开 只要不在 只要离开四生道就没了 嗯 哦 就只要不在六道就已经掉下来了 已经掉下来了 哎 因为它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一般的只长在天上的 嗯 就是 那师傅 脱离了四生道 它在四生道里边的 如果你脱离四生道 你当然菩萨可以踩着莲花道 到天道去 对不对啊 可以到人道来 但是问题 这个莲花你已经掉下来了 就说明已经根本没有失控了 那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化掉了 就像分解掉了 明白吗 哦 明白 那师傅就比如说在无色解天和色解天 这样比较高层次的天 如果再掉到这个地方 它再好好修的话 还能长回去吗 一般的我说的 掉下来了基本上就没了 哦 你想想看 我问你一个问题 它不是自然掉下来的 它掉下来一定有它的原因 它现在还没死 给它种在天上了 它稍微有点不好 它就掉下来就没了 如果你今天 是一个莲花 你已经人机走掉了 你踩着这个莲花掉下来 你还有可能再拉回去 听得懂吗 哦 听得懂 那师傅以前您开始过说莲花掉下来 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 那就是从最高的佛道菩萨道 一直往慈生道 下面就这样掉 一直掉到六道以外 它就彻底掉下来了 对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小男孩 他梦到观世音菩萨 让他转达 就是说现在地府在大批的收人 包括整个世界 要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多念经 多度人 是不是不是2016年也是收人的一年 你说收的多不了 嗯 对 最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 也有很多生癌症的 父母生癌症的 很多很多这样 现在不要讲其他了 一年 每一天 每一天呐 你知道一天全世界死多少人 嗯 一天呐 二十几万 嗯 所以我们大家就好好修 要多多人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 二十几万呢 二十几万呢 你想想看 嗯 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不要开玩笑 嗯 感恩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请师傅开示一下 无相和无为的区别和联系 无相是什么 做什么事情 不要着相呀 听不懂啊 你比方说 你请人家吃饭了 你着相了 哎呀 我请过他吃饭 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啊 叫着相了呀 嗯 对不对啊 无相 嗯 做什么好事 不要留名 叫无相 无相不思 嗯 就是 不着相 什么事情 做了就做 只等耕耘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叫无相 对不对啊 嗯 嗯 无为是什么 做了 就像没做一样 我问你 你给你 你给你家里人做件事情 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大 很伟大了 妈妈给孩子做了一辈子 她会觉得我为孩子付出这么多 无为啊 好像没做过一样啊 应该做的 嗯 就是这么做的 无为 无相 听得懂了吗 嗯 听懂了 听懂了 感恩师傅 嗯 师傅是不是 嗯 修的好的统修 他才会有专门的护法神保护他 还是只要一念经 就会有 就专门的护法神保护他 头上三尺有神灵 嗯 是那种就是专属就是这个人他所专属的那种护法神 会 对 就是说每一个护法神每一个头上他管理的管理的级别和你自己啊 这个都不一样 比方说你是一个啊你是一个很高级别的菩萨到人间来的 你要是碰到什么事情就一叫菩萨啊你保佑啊 护法神马上就倒 如果你今天 嗯 刚刚修 上辈子是畜生的 那么这辈子你偷人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偷人了 那这辈子 啊 那么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你一叫不灵 再一叫不灵 对不对啊 然后你要做坏事 他马上地府就有人管你了 因为你的档次不一样 听得懂吗 举个简单的 你是一个小流氓 你一叫就是警察来 不会什么高级的首长来看你的 哦 那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修为 他所这个级别不同级别的护法神保护他 对啊 嗯 那每个护法神的法器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那当然了 嗯 因为有的同修梦到过就是每个同修他不同的那个护法神的那个法器 都都很神奇就不一样 还有的是像那种飞镖一样的 对 你看看四道金刚不就好了 哦 是的 是的 我就梦到过就是师父身边的保镖救我 然后用飞镖来救我 啊 这样明白了吧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 嗯 师父您说就是守住口业成佛一半 那请问师父就是说我们平时呃评论别人是不是也是口业很重的一种啊 那当然了 嗯 嗯 那我们就尽量无论别人做的好坏我们都不去评论别人 对吧 尤其是像 你除非要去救他 你可以讲 你不想去救他 你评论 你就叫负能量 如果你今天去救他 当面去跟他讲 你这个就叫正能量 就不叫犯口业 明白了吗 哦 懂了懂了 那如果师父 师父今天要救人了 我不讲人家行吗 你说犯口业吗 不犯口业 如果师父今天不在他边上 对不对啊 我骂他 我讲他 那就叫犯口业啊 哦 懂了师父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就是 如果业障从50%到20%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如果想从20%再往下销就很难 那如果想从20%往下销的话 是不是首先要不到新业 其次的话是度人就特别重要啊 对啊 你这小丫头 还还蛮 还蛮 学的还蛮好的呢 对的 你这个理解 这个理解完全正确的 听得懂吗 嗯 那就是我们要经常多多度人 然后我们的业障就掉的比较快 对 你不造新业 你要业障 业障都不造了 你哪来的业障啊 对不对啊 你再造新业 那话你业障就业去不掉 你今天不问银行借钱了 你不断的在还钱 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嗯 你如果今天一边还钱 一边在借钱 啊 那你还就算赚点钱来还债 你说你还的清楚不了 还不清楚的呀 嗯 明白了师傅 师傅有时候您看 给别人看图腾 就是他的业障一下子涨了很多 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他的业障 又生就再涨 卸贷 卸贷是吧 劝人离婚 卸贷 哦 劝人离婚 卸贷 还有吗就是 劝人离婚 懈怠 还有吗就是 作恶事呀 啊 做那种下流的事情啊 现在做下流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菩萨也是非常的 这个这个 在继位的 对这种事情 因为你不像人啊 你像畜生啊 你知道 嗯 你知道人形畜生是 这个对菩萨来讲 菩萨是非常不开心的 因为菩萨把你当人看 你自己把自己当畜生看 你成立在欲望当中 你不就是一个畜生吗 畜生想吃就吃 想拉就拉的呀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呀 嗯 好的 我记得师傅以前 给一个人看图腾 说是他业障长长了很多 说是因为他最近 很执着一件事情 是不是很执着 也会导致业障长生长 嗯 很执着要看的 如果我说我精进努力 这种不叫 这种不叫执着 这叫精进 正能量的东西叫精进 负能量的东西叫直锁 啊 听得懂吗 明白了 听懂了 听懂了 感恩师傅 师傅前几天 你在录音里开始过 说床头挂山水画不能太大 那床头的那个 就是床的对面的那个墙上 可以挂山水画吗 可以 嗯 有大小的要求吗 没关系 就大一点的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哦 好的 就是您前几天说 开始说就是劝导声文 做劝导声文的话 不要超过一个月 如果一直求的话 会用掉很多的功德 那么如果我们求一件事情 并且为此许愿放生 并且念小房子 度人等等 并且把 许愿把某一项功德 转给这件求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 我们每天最好也不要 重复的跟菩萨经常去求 然后经常去说自己 这些为 求这件事情的愿力 这样会不会也 用掉我们很多功德啊 你要是正能量 你就不会 又用掉很多功德 你要是负能量 就会有功德去掉 你就是求一件事情 你比方说 哎呀 关心菩萨 你让我度到这个人吧 你天天叫好了 你一分钟叫一次 关心菩萨开心 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像菩萨 如果你说关心菩萨 让我买到这个房子吧 那你就需要 一点点 一点点 但是不多的 像这种 就算求关心菩萨 护发神 也觉得 你是个好孩子 因为你还知道 逢难 就求关心菩萨 从被你在人间 做坏事好 哦 好的好的 我懂了师父 师父前几天就梦到 您说我家里 请了很多王爷 这个是什么意思 王爷 怎么写的 王爷 不是写 就是师父的声音 这样讲的 大概是这样讲的 你要的准一点 王爷 王是那个 就是 王 姓王的王爷 应该就是 我理解的应该就是 爷爷的爷吧 王爷 王爷 就是 就是那个清朝 那种里面的王爷 说明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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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里边 或者在皇宫里边 做过 做 做过格格 或者做过什么位置的 所以你才跟 王爷在一起 但是你这个人 肯定感情上 也是一塌糊涂的 过去 是的 师父 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 师父 错了 对不起 师父 对不起 师父 如何摆放 是吧 对 他都想供的 不想请下来 他想怎么摆 会比较如理无法 你叫他们 传到东方台秘书处 他们每星期一 问我的 好吧 发邮件 是吧 发邮件 看一看 因为这个嘴巴 就讲不清楚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的同修 他们会在一个 相亲场所 红法 因为就是 他们很多 就是孩子的父母 给孩子找最像 什么的 然后就看到师父的 婚姻情感之类的 师父就很感兴趣 就都过来结缘 然后其他的 也很多人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都过来结缘 虽然很发起 但是就是我们 发出的同修 会担心这样 会不会 就是造成 他们本来 不是太相信 但是因为 这种同众行为 而导致我们 一圈上有业长 师父给他们 开始一下 不会 早点晚点 举个简单的意思 举个简单的意思 如果这个人 你完全看得到 他一年 半年之后 要离婚呢 你说你告诉他 要好好的修 好好念经 你才不会离婚 他到了半年之后 离婚了 怪你不啦 不怪的呀 你早点跟他讲了 他念经了 他都没离婚 吵了几吵 继续下去了 他知道这是缘分 你说我们做错什么了啦 哦 那师父像他们这种 就是 他们结缘书 可能他们并不信佛 然后他们觉得 哎 这个书挺好的 拿回家 可能就 不看了 或者是 没关系的 看看也好 没关系的 他们翻几页 他们就知道因果了 知道因果以后 他们至少尊重对方 至少 不会让对方 去伤害他 知道这是前世的缘分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师父还有一位女同修啊 就他和一位男同修 可能是缘分很深 但是他并不了解 这位男同修 也只见过一两面 但是就是当他懈怠的时候 或者是修得不太好的时候 那位男同修都能感应到 并且马上打电话过来提醒他 并且呢 会用师父的口吻 或者说师父的一些理念提醒他 但是这位女同修会觉得 这样跟男同修 这样关系走得很近 会不会不太好 但是呢 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男同修又跟他说 不要起伤心 请师父开始一下 他应该怎么办啊 没有婚姻关系 没有什么谈恋爱 少接触 没有谈恋爱 就是他不确定 这个男同修 是否是有这方面的意思 但是呢 他有 他在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男同修又说 不要起伤心 但是他的一些 不要去相信他 他只要跟你提出来了 如果跟某一个女孩子 同修提出来了 知道他想谈恋爱 那么就一本正经的好好谈 否则的话 在同学当中 这种暗中下面的 这种 这种暗箱作业 背后的 发发短信什么 不要去搞 没意思的 这个男的如果是有夫之夫 你都不要去理他 他用台长的抠问 他用观世音 菩萨的口吻 你都不要去理他 听得懂了吗 哦 懂了 因为就是他 他会感应到这个女同修 什么感应不感应的 你都不要去理他 在感应就变妖怪了 很简单 好 你给我记住了 像这种事情 在观 在这个同修当中 不能提倡了 异性 绝对要少接触 除非 好的 除非他们有条件谈恋爱 什么对方有个家庭的 有对这个 佛又特别关心 怎么都要当心 控制不住的 男女之间 以后生出来的 除了情还是情 嗯 对 因为毕竟我们在人间嘛 对啊 你有这个境界吧 嗯 懂了师父 我会告诉他 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啊 你看看这个西方教 有多少神志人员 都做错事情啊 你看看庙里 现在多少法师 还俗啊 有的是结婚了 有的出去 有的跟人家有孩子啊 这些事情 你的报纸上都看到的呀 嗯 是的 是挺多的 好了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你们佛业当中 能这样吗 要你关心啊 为什么你盯着他 特别关心啊 为什么你有时间 不能到外面去渡人啊 为什么你要渡自己佛友 还要去感应他了 你发神经病啊 你不是去 头其所好吧 你想人家对你多点尊敬 还是想人家多对你点欢喜啊 神经 我懂了 我会告诉他 这种全部要上天的 以后我们是要上天的人 没有这种人间的境界 不行的 人间境界上不了天的 听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天重复跟菩萨讲自己的愿力 会不会每一方面我们重复讲的多 然后这一方面的梦考就会多啊 嗯 不会的 一般的愿力 一般的愿力 菩萨要给你梦考 也就是说 当你有摇晃的时候就来了 哦 那还是说如果这方面梦考多的话 还是证明这方面做的不好 对 你比方说一个学生做作业上来 数学经常错 老师就要考试了 这还不懂啊 哦 懂了 懂了 师父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梦到 另外一个同修来到他家里做客 走的时候 这个做客的同修带走了一个小孩 请问一下 师父是不是代表这位 这位同修打胎的孩子走掉了 还是做客的同修打胎的孩子走掉了 谁的孩子了 嗯 不认识的一个小孩 带走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 但是做客的同修 那就是主人 主人的孩子走了 主人的孩子 打胎的孩子 打胎的孩子走了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嗯 对了 师父就是 是不是时间到了吗 没关系 你讲啊 我以为你不讲了 没事 还有还有 是不是就是 我最近睡前会出现一些画面 有一天 就是梦 感觉是油灯中 飞出一个带翅膀的天使 但是这个天使不是小婴儿 是那种大人 然后还有一次是 出现在一片叶子上面 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小婴儿 他就是睡卧在 卧躺在叶子上 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寓意吗 嗯 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你的前身啊 从天上下来的 在莲花上掉下来的 嗯 还有一种就是打胎的孩子 就这两种 哦 我应该没有 可能我妈妈有打过他 那就说明你是从天上下来的 哦 所以你不能做坏事 所以不能做乱事 丢脸的丢脸的事情不会做 不能做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做一次之后 就会伤心半天 这些女孩子如果是不跟男 男孩子发生关系的话 他 婚姻两个人就是男朋友 女朋友不交的话 会这么伤心啊 会要死要活的 你要是守住自己 不跟人家有这种事情发生 人家不要你的话 你会这么伤心的 活该 是的 把自己都活该 真的 你懂吗 师父 你听得懂 对不起师父 师父是爱政分明 我告诉你 嗯 师父像父亲一样教育我们 对啊 很感动 就是啊 就是你们的父亲一样 真的特别特别感动 有的父母都不会这样讲我们 这样教育我们 对啊 父母亲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父母亲还要师父来教育 他还教育你们 知识 现在的父母亲 十个有八个知识 只管自己 这么多离婚不就是因为自己啊 我受不了了 我不能忍受了 我不能忍耐了 他哪管孩子的感情啊 感觉啊 嗯 好了 是的 大恩师父 大恩师父 师父就喜欢吃全素的同修 可以吃香辛料吗 香辛料怎么 香辛料是什么东西的 就是像胡椒啊 麻椒啊 什么那种 哦 这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少一点 不要过分 不要太过分 哦 好的 看师父 还有师父 看师父早上吃 吃一碗馄饨 放一点胡椒面 一点点 那就很香了 哦 扒一下子倒下去 拉着来 臭要死的 有什么好吃的 哦 知道了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就是 有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很很想小便 是不是要吃那个起菊地黄丸啊 肾脏不好了 小便多的话肾脏不好了 傻姑娘 嗯 你上次说女生吃起菊地黄丸啊 男生吃六位地黄丸 对 你没感觉自己的眼睛也不如以前啦 是的 师父 我前段时间从印尼法会回来的时候啊 就梦到呃 在检查眼睛 就拜拜菩萨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在检查眼睛 然后我不知道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知道了 肝脏 身上呀 身上的 身上的肾脏不好 所以为什么要吃起菊地黄丸啊 起菊嘛 就构脊呀 构脊嘛就是 构脊嘛就是什么意思啦 就是补眼睛的呀 哦 是不是因为我身 啊 身上不好 是因为身上不好 导致眼睛不好 对 哦 我懂了 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这个是什么因果 是业障病吗 甲状腺 也也从 从那个 医学上来讲是缺点 缺点的话 要多吃海带 哦 你要多吃点海带的 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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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内的东西吃的太少了嘛 因为现在吃素嘛 所以大家都要补充点海带 哦 缺点 那这个 甲状腺结节 不 不容易恶化吧 那种 不严重吧 你要念经 你不做坏事 你就不会 而且你要 平时有事没事的 一 一天 两天 吃两颗 这个牛黄解毒丸 长期的吃的话 你身上什么 什么瘤都会消掉 什么病都不会发的 我告诉你 牛黄解毒丸 就是专门排泄你 身体上的毒素的 哦 好大 好大 我吃到了 你看你脸上 就去打个疙瘩 你吃两颗 牛黄解毒丸 它都没了 这还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 好了好了 不能再问了 问了太长了 哦 好的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我不问了 谢谢师傅 师傅 祝您撒体安康 乖一点了 再见 自己要乖一点了 会乖的 做好孩子 会乖的 感恩师傅 我会乖的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呢 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